我相信不少港女跟我一樣 內心的深深處都埋藏著一個偉大的夢想 就是希望深口的iPad mini 終有一天會成為彈彈波 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正常的方法 可以幫助大家升級 尤其是發育中的你不妨由飲食入手 好像木瓜一樣有助乳腺發育 煲湯或者混牛奶一起喝都很好 如果怕麻煩的話 我想現成的這些牛奶都能幫到你 牛奶和乳製品裡面有豐富的鈣質 對乳腺的補健很有作用 網上的花生你們就吃得多了 那真是一粒粒的你們又喜歡不喜歡吃呢 原來花生之中含有不飽和脂肪酸 和可以刺激刺激素的分泌 都是對乳房有益的 而大豆黃豆裡面 就有大豆二黃酮和維生素B 所以除了封胸之外 對皮膚的營養價值都很高 除了直接去食用之外 當然豆漿豆腐花豆腐都是有效 講到這裡也分享一條封胸的秘方 是我有一個朋友分享給我的 他教我在起床的時候 就喝一杯綠茶 無論脂妝好積聰好 新鮮好 都什麼都可以 凍熱都沒問題 一杯綠茶 再加兩粒封黃漿 封黃漿在百貨公司 或者健康食品店有的 吃完就如常去擦牙洗面 滿衣化妝 完成之後就可以喝一杯豆漿 無論原味低糖高糖合妝 脂妝積磨都沒所謂 喝完之後我自己試了一個月 都覺得有點成效 如果你們都有興趣 而且對這幾樣食物沒敏感的話 不妨試一試 都分享下我今天的午餐 就是我自己製的糖心蛋沙律 因為蛋白質的攝取對於升級都有一定的幫助 很多人都問我減肥 那封胸又怎樣封呢 千萬不要這樣 一定要飲食均衡 如果你想封胸的話 不多不少都要均衡飲食 吃多一點點東西才會 減肥很容易第一時間都會瘦到胸 所以記得不要用節食去減肥 做多些運動 均衡飲食就是最大的幫助 講完飲食 我想都要講一下內衣的選擇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一是貪美買pitch妝 一是買一些貪便宜 一百元三套的王中bra 那你知道pitch妝很厚 但我們這些沒料到的 其實你無論怎樣賤 都不會有效果 一是薄咧咧 削了上身 不會有任何線條可言 你看我穿完之後 你看看 真是側面都沒有東西看 哭哭聲 嘩 看什麼 還沒叫港女母波嗎 所以這幾年出來工作 我當然想買一些好的內衣給自己 這個要大力推介的 就是body bra 也是前身的買錯空為大錯 bra 就是心心馬太那裏 那裏有幾個點是非常之好 首先它的肩膀很薄 肩帶粗 所以承托力非常之好 而那個甲位 即是隔底的位置也包得很好 而最後就是那個扣位也很厚 背部的肉都可以完全包覆了 實不相瞞 早幾年已經有朋友介紹body bra給我 但是他說呢 就帶到肩膀很痛 還有瘀了 所以我都放棄了 那我就這件事 之後又去body bra問回店員 和馬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原來他回答我呢 我們平時扣bra習慣了扣得很低 其實應該扣高一點的位置 那就不會那麼拉扯 但是我們照舊扣得那麼低 所以就瘀了 師傅明白了 那我當然有保持著再戴 而這個呢 就是另一件功能內衣 其實你戴完bra之後再戴 就有一個更好的push up效果 另外這個呢 就真的超級升級神器 你看他連褲也有了 那它是可以包大腿 還有好像一個girdle 那這樣呢 那就更加容易令到你push up得厲害 那其實他的原理很簡單而已 將你的腹乳啊 背脊肉啊 手臂加底肉啊 都可以推得集中一點 還有去高一點的位置 那你的肋骨就不會現出來 即使可能我本身的吸數是很低的 但是呢 穿了之後呢 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升級效果啦 即使側面呢 都是有肉的 根據我的經驗和馬太的建議 大約戴三個星期就有很好的成效 那當然啦 戴完之後已經有馬上的效果啦 哈哈哈哈 而穿衣服都有一點點技巧 如果心口有明顯的圖案或者是飾物 都有視覺上的升級效果 除了體態尾之外 更大的原因令我選擇功能內衣 就是想矯正脊骨和痛症的問題 我的坐姿一向都不好 經常寒貝啦 或者是軟弓黑啊 阿米整個霍金這樣坐著做事 而功能內衣正正就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幫助我的脊骨拉直 相對整個體態和骨落呢 都有更加好的健康 最後講下一些簡單的massage和運動 首先雙手合十 吸氣 努力地向上挺 大約維持十秒之後放鬆 做五set就可以啦 做massage之前 當然可以配合一些封胸油 或者是cream啦 我自己覺得Clarance和Body Bra都不錯 我會在鎖骨對下打圈按摩 因為這個地方有條肌肉是拉住胸部的 令到它firm一點 自然就有提升啦 由於太三級的關係 我還是換回長袖衣服做示範啦 其實massage的原理都是想抗地心吸力 令到肌肉更加集中 所以上上下下左右這樣撥去中間的位置 也可以像一個虎口位 L字形一樣 把胸部集中托起 最後就好像炒栗子一樣 用手掌外側由外到內按摩 當然就憑我29AA很難變成38F 所以一切都不能勉強的 最重要是健康、均稱 而且看上去夠firm就最好啦 大家一起努力啦 我相信有恆心就必定能夠成功的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